原标题 他掌握首都军权 却被人诬陷兵力 毛主席将其远调边疆实为保护他杨勇 是一名解放军将领 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 曾担任过志愿军总司令员 在回国之后 便做了北京军分区总司令员 谁能想到也因如此 他受到了四人帮派系的嫉妒 在1967年被诬陷参加兵变 下放到了河北进行改造 可是主席并没有忘记他 在党的第九次大会上 主席提到像杨勇他们这样的人 还是有功劳的 可是主席的话 并没有被下面的人重视起来 致使杨将军依旧受到冷淡对待 后来杨勇摔断了腿 他的夫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将他们夫妇的情况一一写下 寄了出去 总理接到信后 马上打电话把他接回北京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在他的腿好了之后 出于对他的保护 为一些老朋友接往青岛聊聊 可是反对分子依然不肯放过对他的打压 由于再次受到一些人的阻挠 杨将军到头来还是没有分配到工作 走投乌路的他 只好用毛笔给主席写了意涵 将自己的委屈与境况一并描述其中 主席收到信后 当即批示给了总理 寄经曲折 才得知他的青岛养病 在总理的一再过问下 终于将他们夫妇二人 安置在首都招待所住下 工作的事暂且搁置 很快 他受到主席的召回 并把他安排在北方军区 将他派往北方的原因很简单 在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之后 苏方在中边境普世丹丹 一度威胁了我国的国防安全 这样的局面实在让人不得不防 于当年8月3日 杨永担任东北军区副总司令员 然而几乎所有在京高级战部 全部都到机场为他送行 大家都是自觉前来的 更令他意外的是 当他所乘坐的飞机在东北的某一机场降落时 这里更是人头攒动热闹无比 空前的规模让他受宠若惊 沈阳方面早已把有关人员全部派往此机场进行击击 这样的阵仗让机场气氛都仿佛瞬间发生了变化 此次任职的迎送规模之大 范围之广 一时震惊了舆计 一些当代的报纸立即发表评论说 中国把杨将军调到东北军方 是由于他的战争指挥经验 中方已经准备对付苏方了 苏方惊动 当局立马进行了军事战略调整 用以应对杨将军的到来 可见对杨将军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很快 一些当年的老战友们突然反应过来了 老杨当年就是北京军区分区总司令员 这次被派去沈阳军分区 这怎么反倒成了副司令呢 正当他们打抱不平的时候 突然上方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将杨同志调任边疆 担任新疆军区的总司令员 原来 主席派他去东北 只是假象 不过是想施压 难怪当初他去上任的时候 无论是北京方面还是沈阳方面 动静都如此大 看来都是计划之内 这就是主席的厉害之处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我好像看到不在想施压 不过是沈阳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